在全球继续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 一位疫苗专家对下一次的疫情发出了严峻的警告 参与研发阿斯利康疫苗的吉尔伯特 在周一播出的演讲中敦促 人们不能忽视新冠疫情的教训 他说 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受到新冠病毒的威胁 我想以乐观的腔调结束讲话 但事实是 下一次的疫情可能会更加糟糕 他强调要为疫情防范提供更多的资金 正如我们投资于军事 情报 外交 以及防范战争一样 我们也必须投资于研究 人力 制造业和科研机构 用来防范流行病的发生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世界各地报告了超过2.658亿例新冠病例 超过520万人死亡 目前 专家们正忙于收集 关于新型奥密克戎变种的更多信息 该变种携带异常多的突变 官员们正在努力了解 这种病毒株的传染性和致病性 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逃逸现有疫苗的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 SAMCE 同样坚持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